这才是四川冰粉最传统并且经典的做法 不用放任何的添加剂 也不用加石灰水 吃起来清清凉凉的 可能有很多年轻的还没有见过这样子的冰粉 现在吃的冰粉基本上都是科技冰粉 像我手上这样的传统冰子做的冰粉 基本上是看不到了 冰粉果的话先给它清洗干净 顺便叼一下看有没有烂的 因为这种果子很多都是直接在地上剪的 如果去树上这的话比较麻烦 全部都洗干净后咱们用刀来给它配碎 老板想吃这个冰粉他都跑来帮忙了 还是我这个方法好吧 你这个一次只能一个 这样用纱布给它包起来要搓了 准备过大点的加四给它多加一点水 先把冰子丢进去泡十多分钟 先来熬上几块黑糖 少一点水 熬过三四分钟过后倒出来冷却就行 泡一下过后这个水的颜色就变成这种红红的了 这样就开始搓搓冰粉的话你们不要看着简单 实际上它是一个利器活路 煎煎煎出来了看到没有 看到了你也挺会软的嘛 我软这个是专业软的 小时候我就喜欢软出来不 小时候不过软的是那种冰粉籽子儿 我们那边淋淋的这个冰粉过过的 已经熬的差不多了 看到没有 馒头大汗 其实这里面浆浆还很多 熬不动了 也差不多够了 这样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冷个几个小时 它就可以吃了 搓好的这个冰粉全部都已经凝固了 可能很多朋友好奇它的颜色 为什么是这个颜色 它就是天然的一个这个颜色 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先舀一碗出来吃 吃多少就舀多少 它就比较那种粗翻翻的 不像那种科技冰粉很滑很滑 熬好的黑糖淋上去 甜度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撒几会儿葡萄干 山楂 鸡麻 这个冰粉的话看起来就是有点巴适哦 老板还在楼上没有下来哈 所以呢 我一个人先来整一点看到底好不好吃 嗯 就是那个味 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 你就一个果子没有放什么添加剂 它怎么会另起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把那个冰粉果果里面那个椒 果椒给挤出来了 所以它才会另起啊 好凉快 好爽 它自带着一种天然的清香味 比较像什么气泡冰粉和那个 科技冰粉的味道要浓很多 以前小时候都去地上看在哪里有这个冰粉树的话 就去地上捡 基本上都是参天大树 那个时候 去摇 摇到地上然后就捡 好